成亲前夕,未婚夫带着林府真千金回来了 他看着我不屑地说,林昭,你害婉婉吃了这么多苦 该给他当牛做马,才能赎你的罪 我望着眼前面目猙獰的未婚夫 冷笑一声,那我们的婚事,你竟还敢妄想我的婚事 我要娶的自然是林府大小姐,婉婉 而不是你这个冒牌货 真千金在一旁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让位可以 只是,不知这林老爷会同意吗? 毕竟,林府的荣华富贵可全靠我 我坐在大厅主位上,细细品味着千山云警察 不远处,我的未婚夫正抱着一个清秀的女子 语气温柔地哄着 晚晚,任亲玉佩已经给你爹娘送过去了 等你爹娘回来,就会知道你才是他们真正的女儿 肯定会把她赶走 你放心,我之前是迫不得已才和她并亲 但我一直心悦的人是你 我一定会娶你 我听到这里,把茶盏放回桌子上 实在是被恶心地喝不下了 一天前,她还如往日一般 早早买了糕点来找我 哄我高兴 说着最爱我 今天我才知道 她有多么虚伪恶心 一招知道我不是爹娘的亲生女儿 她就想把我狠狠踹开 陆景修哄着林婉婉 可林婉婉还是满脸委屈 陆景修忍不住回头冲着我吼 林昭 你怎么还有脸坐在那里 没看见婉婉被你气哭了吗 你这个罪人 抢了别人人生的小偷 还不快过来磕头道歉 我站起身 怎么 我爹娘都还没回来呢 你急什么 陆景修抿着唇 随即冷笑了一声 婉婉和林夫人长得那么像 一看就知道是亲生母女 不像你 总是蛮横无礼 行为粗鲁 一点都不像是大家闺秀 让人厌恶 说着 就看见她眼睛一亮 我顺着视线看出去 是爹娘回来了 两人从郊外紧赶慢赶回来 风尘仆仆 衣上都没来得及换 一看见林婉婉 他们就冲上来抱着她 心疼地喊着女儿 陆景修得意地站在一旁 林昭 现在认命了吧 我皱起眉头 一言不发 林婉婉哭红了双眼 此时也从娘亲的怀抱中 抬起头来 指着我 娘 她就是这些年 用我的身份 在府中长大的姑娘吗 她一出生 爹娘也才回过神来 看见旁边还站着一个我 爹爹面色一变 清了清嗓子 对着林婉婉说着 婉婉 是这样的 昭昭虽然不是我和你娘亲生的 但这么多年感情不是假的 以后就让她当你的姐姐 你就是林家的二小姐 好吗 娘亲走过来 牵住我的手盖在林婉婉手上 以后你们姐妹俩和和美美 娘心里也高兴 眼看着林婉婉 似乎不太乐意 鼻头红红的 就像只兔子 怯怯地看着我 我心里一软 也是 她刚被认回来 没有安全感 心里对我有气 也是正常 我刚想解释一下 跟她说 一下自己真实的身份 好让她安心 就见林婉婉猛地抽回手 眼神里闪过一丝嫉妒 我不 我是你们唯一的女儿啊 爹爹 娘亲 我这些年在外面吃不饱 穿不好睡不好 若不是景修哥哥 恐怕这辈子都无缘和你们相见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是她霸占了我的身份 都是她的错 凭什么还让她当小姐 要不然 要不然就让她当我的丫鬟 你们放心 我不会亏待她的 这话一出 爹爹脸色一变 娘亲同样回头小心地看了我一眼 婉婉 你走丢的事 是下人们粗心 当初是爹娘在你走丢后 才把你姐姐带过来养的 也不是认错人了 这不关她的事啊 快 跟你姐姐道歉 我站在一旁 林婉婉听到这话 确实怒了 你们还给她说好话 明明就都是她的错 才不管是不是她害我走丢 她当了十几年林家大小姐 吃穿的一切本该都是我的 凭什么我还要道歉 说着 林婉婉哭着跑出去了 娘亲心疼地追了几步 又愁愁地走回来 她拉着我的手 小心翼翼道 招招 婉婉还小 有些任性 你不要把她的话放在心里呀 爹爹也在一旁说着好话 是啊是啊 婉婉从小没我们管教 不懂李树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我点点头 只要爹娘拎得轻就行 林婉婉如何 和我都没太大关系 反倒是陆锦修一甩袖子 林大人 林夫人 树小辈多嘴 婉婉明明才是你们的亲女儿 你们还哄的这个假货干什么 如果你们如此 是非不分 只怕要让他人笑话 对了 我还想跟林大人说一下 我们陆家 只会让我跟真正的林家大小姐成婚 这个冒牌货 我们可是不认的 爹爹脸一僵 陆锦修说完 拱手就出去了 眼看着她走出去后 拐向右侧走廊 多半是去哄着林婉婉 娘亲健壮 走过来问我 招招 这是你怎么看 我摇摇头 毫不在意 无妨 我看妹妹跟陆锦修也是两情相悦 婚事就换了吧 娘亲迟疑地点头 看着我似乎真不在乎 才放下心 说起来 我对林婉婉回来这事 是真不在乎 即便林家认回来十个八个的孩子 与我都无太大干系 我会在林家长大 也是爹娘千求万求 才求来的 有我在 林家才能有荣华富贵 可偏偏 有人就是听不明白 不管爹娘如何解释 林婉婉还是固执己见 回来第四天 林婉婉就忍不住了 又来找我的不痛快 我看着地上 最爱的那套茶盏 被摔得稀碎 忍不住怒了 这是我亲爹 让人快马加鞭 从边境送来的几千里的礼物 我平时都舍不得用 我和他们已经十年未见 每日也只能看着这些东西 聊以未见 却被他一掌打碎 林婉婉 谁让你进来我房中的 林婉婉 带着四五个婢女 悠悠然坐在我房中 冒牌货 林婉上下所有东西 全是我家的 那也就是我的 我想去哪就去哪 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就是你身上的衣服 也都是我的 说着 他抬起下巴 哼 之前是我不在 才让你舒舒服服 在林婉过了十几年 现在我回来了 我要让你把拿走的东西 一件一件吐出来 现在景秀哥哥 也成为我未婚夫君了 你知道吗 外头都在说你是野鸡庄凤凰 以后可没有哪个贵公子敢娶你 我被气得笑了出来 爹娘说了 我是他们求来的女儿 不是我占了你的位置 你难道听不懂吗 原以为我说这话 林婉婉会收敛一些 可他一拍桌子 又气汹汹站了起来 贱人 你还敢说 都怪你待在爹娘身边那么久 他们舍不得赶你出去 不过是哄你说了两句好听话 你还当真啊 我现在也不想赶你走 除非你当我的婢女 否则我会让你在京城中鸣声扫地 没脸活下去 给我砸 说着 她开始扔我房中的东西 带来的几个婢女也上前 不顾一切扔起了东西 我赶紧让贴身丫鬟上前阻止 自己也上前 护住亲生爹娘送给我的东西 可双拳难敌四手 林婉婉带来的人太多了 把我的东西砸了不少 看着满地的碎瓷片 还有被撕碎的书籍 怒火慢上心头 林婉婉 你还发疯 我急步走上前 用力甩了林婉婉一巴掌 林婉婉惊呼一声 倒退几步摔在地上 外头突然传来一声怒吓 林昭 你在干什么 我抬头 就看见陆景修那张惹人厌的脸 她快不冲进来 你还以为自己是林家大小姐吗 吃别人的用别人的 还敢打主子 你就是天生贱命 在这里傲气什么 林婉婉倒在地上 眼泪汪汪 景修哥哥 你别这么说 姐姐她不是故意的陆景 羞气地打断她的话 晚晚 你就是心肠太软了 才会被人欺负的 你看看 你当她是姐姐 她还打你 你就应该打回去 我简直气笑了 陆景修 你没张眼睛吗 是她带着人进来砸我的东西 陆景修头也不抬 我只看见你打她了 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砸掉东西 想陷害婉婉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以前是我眼瞎 同意了和你定亲 可接触后才知道 你就是心高气傲 谁都看不起 我最厌恶的 就是你这么装模作样的人 我突然不想说了 我实在无法想象 她还曾经写诗诵词 说着多爱我 我甚至还让亲生爹爹的同僚 对她多有帮扶 结果换来她的厌烦 我看着她这副嘴脸 突然扶至心灵 想到从前一件事来 半年前 我和陆景修 曾在马场上赛马比键 结果她样样都输我 那时她有些不满说 招招 女孩子家家 不要打打杀杀的 这像什么话 等日后你嫁给我 还是在后宅学刺绣好 这才是大家闺秀的样子 我直接把剑横在她脖子上 哼 琴棋书画 骑马射裂 我样样都会 就是不会一辈子 乖乖待在后宅绣花 她被我吓得腿软 颤颤巍巍 伸出两根手指 拿开脖子旁的剑 可从那之后 她还是不死心 那些日子 她送给我的书籍 几乎都是 在讲女子要相夫教子的内容 送我的礼物 也都是些刺绣 衣裙 跟我说 女孩子就该喜欢这些东西 她总想改变我的观点 却又一直被我堵了回去 我看着她滔滔不绝的脸 轻声道 你很嫉妒吧 陆景修被我打断 有一瞬间的正愣 可很快反应过来 她咬着牙 你在说什么 我勾起唇 冷笑 你嫉妒我马术比你好 剑术比你好 就连簇鞠也踢得比你好 你在我面前 就是一个样样都不行的废物 所以你嫉妒我 又喜欢我之前有林家小姐的身份 又恨我比你厉害 所以现在就想拉我下泥潭 是吗 随着我的话一句句落下 陆景修的脸也一点点变白 看起来 她就像是一只下水道的老鼠 被人揭穿了不堪的心思 却找不到地方躲 你胡说 我嫉妒你干什么 你一个女人 会剑术会码术又怎么样 你不会刺绣 又不温柔 谁要是娶了你 就是倒大霉 看到她这破坊的样子 我算是解气了一点 我点头 希望你不会后悔 今天你所说的这些话 我叶家的关系 他们陆家 一点也别想攀上了 我直接带着贴身婢女扶灵 去到了叶将军府 这里 才是我的家 我的亲生爹爹 是当朝定北大将军 我的亲生娘亲 是太妇嫡女 林家的娘亲 只是我亲娘的庶妹 实际上我应该叫她姨妈 就因为爹娘十多年前 就开始在外打仗 留我一个三岁女儿在家中 才被姨妈以丧女为借口 带过去当成女儿帮忙养着 甚至给我换了名叫林昭 这些年 我亲生爹娘在外打仗 皇上赏赐的多少金银珠宝 大半都进了林府 有我在 林家才能如此辉煌 后来 林家从乡下搬到京城 他们不说 也没人知道 我的亲生爹娘是谁 我一回叶府 管家就迎上来了 小姐 您终于回来了 外托传的那样难听 这林大人 怎么没让人制止啊 真是不厚道 大将军要是知道了 可要心疼您了 老奴跟下人们和解了一下 打算出面 帮您澄清 跟大家说您是林家的侄女 才不是什么霸占人身份的姑娘 您看如何 我手一顿 接过她递过来的长枪 无事 爹爹快回来了 管家喜笑颜开 是啊 老爷说了 月初打了胜仗 现在正班师回朝 半月后就能回京 我点点头 心里不由期待了起来 可期待之余 也有些紧张 想着 我拿着长枪 跑到后院练了起来 身为将军独女 这些年 我从不敢松懈 每日都勤家练功 生怕辱没了 将门虎女的名声 晚膳过后 林家爹娘来了 他们来替林婉婉 跟我道歉 招招 晚晚之前 自己一个人在外 孤苦惯了 没有我们教导 脾气才刁钻了些 今天也被我们训了 他也知错了 你们俩呀 对我们来说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就原谅他 这一次好吗 看着他们 并编白发 我心又软了下来 这十多年 他们确实对我不错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不让管家出去澄清 也是因为不愿意 和林家爹娘抵对 如果出来澄清了 那就是变相说 林家爹娘对我不好 这是我不愿看到的 思前想后 反正也就只剩半个月时间了 半个月后 我就回叶府 到时候 谣言自会不攻自破 还有三天 爹爹就能回来了 只是可惜 今天的百花节 爹爹和娘亲赶不回来 不过藏宝阁的乔老板 早早就派人来说 叶将军在半月前 就让人给我准备了一份 半米高的珠宝 叫做千山湖 趁着天色好 我带着福林 去到了藏宝阁 千山湖就摆在藏宝阁中央 光彩夺目 十分精致 一看就知道价值连城 乔老板在一旁夸着 叶将军和叶夫人对小姐 可真是非常疼爱 这些年多少珠宝都送来 小姐真是有福气啊 我玩耳一笑 那可不 这是我亲爹 怎么可能不疼爱我 行 把东西装起来吧 送到林算了 直接送到叶府 得累 乔老板面露喜色 招呼了几个下人就上前 动作利落 就准备装起来 可这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爆喝 助手 快把我的千山湖放下 我回头 就看见了林婉婉 带着我陆锦修 和六七个公子小姐 堵在藏宝阁门口 乔老板 你怎么可以 把一副给我的千山湖 拿给这个假货 若不是早上 我听下人说 一副给林家大小节送了礼 我都不知道 一副送给我的东西 就要被这个 纠战雀巢的人给偷走了 林婉婉急不走过来 推开旁边 接过藏宝阁的下人 狠狠地盯着我 随即 他转头对着大家 得意洋洋道 大家看啊 这就是一副送我的礼物 听说是千金难求的珠宝呢 话一出 大家都开始感叹 叶将军对林婉婉真是宠爱 林婉婉面露得意 那是 一副没有孩子 我就是他最亲的后辈 他不宠爱我 难道去宠爱一个外人 如果让一副知道 我才是他真正的侄女 某人可就要遭殃了哦 说着 林婉婉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这时候 林婉婉带来的那几个公子小姐 开始接连对我发难 哟 这个就是婉婉说的冒牌货吧 真千金在外面受难 他倒好 霸占了别人的身份 享受了十几年 如今真千金回来了 怎么还有脸呆在这里 人家叶将军送礼 是给林婉的大小姐 他是吗 霸占别人的爹娘 现在连晚晚的一父姨妈 对他的爱 也要抢 以前这么没发现 他这么霸道粗俗 跟他说过话都觉得晦气 你们说 他那么爱抢别人东西 不会自己的亲生爹娘 就是小偷吧 说着 众人面露鼻看着我 一个个 曾经对我点头哈腰 现在纷纷落井下石 如果我果真是没爹没娘的孩子 兴许我真会被打击 然后愧疚 可林婉婉 凭什么用着我家里的金银 转头还带人辱骂我 林婉婉更加得意了 飘飘然 瞧老板 快把千山湖给我搬到林府 我要设宴 让大家都来观赏观赏 这难得一见的珍宝 乔老板看了看我 又看向他 犹豫的开口 可林二小姐 叶将军专门来信交代了 是送给从小在林府长大的 林大小姐的 不是给您啊 林婉婉愣了一下 随即眉头紧皱 乔老板 你难道还没想明白吗 姨父还没回来 自然以为在林府长大的小姐 是她的亲侄女 送的礼 当然是给她的亲侄女的 而我 才是林家真正的大小姐 乔老板不吭声了 看她神情 多半也觉得这话有道理 我握紧了拳头 心里怒气翻涌 我是以林家小姐 在林家生活不错 可林婉婉的爹娘 从来都知道 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我是他们自愿抱过去养的 听明白了吗 不妨告诉你们 叶将军是我亲爹 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叶渊 我拿她送我的东西 有何不可 我话刚说出来 就听见众人愣住了 可随即 陆锦修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很快 其他人也跟着哈哈大笑 有几个小姐捂着嘴 在那里说我自不量力 陆锦修走到林婉婉身边 你还真敢说啊 之前冒充林府千金就算了 现在还敢冒充 叶将军的女儿 你再敢造谣朝廷命官 我可不会顾及情面 报官把你抓起来 林婉婉同样翻了个白眼 就是 娘都跟我说了 等一复回来 是要让她认我当女儿的 但不是你 你以为你是谁 我们林家养你长大 已经是最大的恩赐了 你就不要在白日做梦 惹人发笑 我听这话 突然觉得不对 林家的娘亲 怎么会跟林婉婉说这种话 我心里一沉 你说什么 娘要让你任叶将军当父亲 林婉婉哼了一声 那当然 我告诉你吧 虽然现在娘亲还没把你赶走 但在你和我之前 娘只会选择我 最终 千商户也没有被我拿走 也没被林婉婉拿走 乔老板能当藏宝隔几十年的老板 还是有点心思的 要不 还是等叶将军回来 再决定这千山湖要给谁 不然这 小的若是随便给你二位哪位 到时候叶将军怪罪下来 小的不好说啊 我自然是没什么意见 难得的 林婉婉也同意了 行 等过几日 姨父回来 看谁会被狠狠打脸 说着 身后他那群人也跟着附和 我环顾一周 把这些人的脸牢牢记住 以后 再慢慢跟他们清算 我急着回林府 想问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段时间 我自己心里也觉得怪异 为何外面谣言传得那么厉害 爹不 现在应该叫姨父姨妈 他们确实无动于衷 明明 只要他们一句话 我就不会被其他人如此针对之前不愿意细想的事情 现在请客服上心头 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 他们是我这十多年 身边最亲近的亲人 希望别让我失望啊 回到林府 姨妈听到我的质问 面色变了变 眼神闪烁 昭昭 娘和你爹 这不是想 让你们亲上加亲吗 你看 你叫我和你姨父做爹娘 那晚晚叫你爹娘 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我皱了皱眉 姨妈 当初我三岁 是你们让我换你们爹娘 可晚晚又不在我亲爹娘身边长 大姨妈抬头惊愕看着我 你叫我什么 我咬着牙 姨妈 我不愿意 以后 我们还是叫回原来的称呼好了 也不会多占你们便宜 惹得晚晚不快 最近她总叫人来找我麻烦 我不想浪费时间 在这些事情上 姨妈慌了 拉着我的手 招招 娘一定会为你做主 你可千万别不认娘啊 你叫了娘这十多年 这将军也要回来了 可别让他们以为 我们生分了 我抿着嘴唇 勉强点了点头 只是心里的感觉 终究是不一样了 林婉婉回来了 因为白天的事 被一副罚跪在祠堂里 听福玲说 林婉婉不服气 嘴里骂骂咧咧 全是对我的诅咒 最后被一副一巴掌扇在脸上 才安静了下来 只是那双眼神小姐 要不我们还是回夜府吧 总觉得这林姑娘 要想着法子害您呢 福玲无不担忧道 我觉得有道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林府 我还是尽早离开的好 一副姨妈的做法 我也看清楚了 雷声大雨点小 明明出去帮我澄清 就能解决的事情 偏偏不肯做 现在责罚林婉婉 又有什么用 林婉婉砸碎我的东西 在众人面前污蔑我 就都是在姨父姨妈默认下的 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我想不明白 但也和福玲打定主意 这就马上离开 我们收拾包袱 其实也没什么好戴的 只有几件爹爹娘亲 从边境送来的礼物 其他的就都留在林府好了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姨妈姨父来了 昭昭 这是在做什么 姨妈手里端着一碗中药 味道极重 我往后退了几步 躲着那味道 姨妈 我准备先回叶家了 过几天 爹爹回来 我先住进去 那里也有些人气 姨父错愕了一瞬 眼神迅速瞥了姨妈一眼 姨妈把中药放在桌上 惊呼出声 这好端端的 叶府也有下人在 怎么会怕没有人气 昭昭 跟娘说实话 是不是不满意我们对婉婉的责罚 你看 爹娘怕你气坏身子 还专门给你熬了碗补药 你喝了 好好睡一觉 明天我让婉婉再来跟你道歉 保证她以后不敢了 我有些抗拒 这中药闻着着实苦 更何况 我也没有气坏身体 不需要这东西 不用了 姨妈 你们放心 我回去后 不会乱说话的 这些年你们对我很好 我都记在心里 芙琳站在一旁 也跟着说好话 可姨妈却是满脸不愿 这我转头看向林芙 姨父 姨父进来后就不发一眼 现在更是慢慢黑了脸 我感觉有些不对 突然 脑袋传来一阵眩晕 砰的一声 芙琳在旁边重重倒了下去 我眼前也开始翻黑了 就在晕倒前一刻 姨妈抹着泪 走过来扶住我 招招 你别怨我们 叶将军马上要回来了 如果你跟我们离心了 以后林府可怎么办啊 你好好睡吧 以后晚晚会替你去尽孝 我听到这话 脑袋嗡的一响 下一秒 就陷入了黑暗 我被囚禁起来了 林妇林母把我扔到了京城外的一个小院子里 四周都是守卫 外面似乎很是荒凉 这时候我才想明白 那碗中药味道那么重 原来是用来掩盖迷药的味道 怪不得 我现在也才发现 林妇林母这些年对我好 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哪有什么亲情 只是我可以被利用罢了 在这院子里 三餐吃着无味的饭 林妇还贴心地给我安排了一个丈夫 一个长相平平 身材壮硕 肤色有黑的一个男人 他眼中猥琐的神色 只叫我反胃 娘子 林大人说 以后你就是我的娘子了 嘿嘿嘿 他嘿嘿笑着 口水流了出来 冲上来就想扑到我身上 我这才发现 他竟然还是个傻子 林妇可无至极 我一拳把他打倒 制服在地 把他打怕了他才听话 退缩到墙角 不敢再惹我 林弯弯也带着陆锦修来看笑话 身后还跟了六七个侍卫 他一身挂满了金银首饰 单单脖子就挂了三条项链 我眼尖地看见 其中一条 还是爹爹两年前送给我的生辰礼 那时候林母骗我说不见了 原来是被她偷走 留给自己的闺女了 林弯弯笑得花枝乱颤 这不是咱们林大小姐吗 还说自己是什么业家嫡女 嘖嘖嘖 以前让你当我的丫鬟 还不愿意 今天怎么跟傻子当夫妻了 陆锦修同样嫌弃地站在旁边 林昭 你不是说要让我后悔吗 嘖嘖嘖 后悔在哪里 你这样子 我看 该后悔的人是你吧 他俩笑得浮在一起 我冷笑着 林弯弯 你爹娘呢 我要见他们 林弯弯一歪头 姐姐 爹娘可不想见你呢 其实呢 他们还叫我别来看你 省得晦气 可是我放心不下你呢 娘说了 以后 我才是林家最尊贵的小姐 待会还会让一夫认我当闺女 至于你吗 之前养着你是因为养着玩的 叫我不要信你的话 哼 林昭 你就死了 想回林家的心吧 我心里冷了下来 林母无情到了这个地步 看着林婉婉身后跟着的侍从 她口中 林母对她的疼爱 我不得不承认 林母对我的疼爱 都只是在我的想象当中 我以为她让下人照顾我起居 是疼爱我 可下人是我亲生爹娘派来的 林府的金银 是我叶家的 林府林母 从来没有像对林婉婉一样 对我说担心我被人欺负 也从来没有藏起什么珠宝 只为了给我 他们拿着我叶家的东西挥霍 到头来利用完我 却还要将我囚禁起来 让人侵犯我他们不仁不义 就不能怪我不客气了 叶将军今日回来了 我站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林婉婉得意地插腰 我姨父还有半个时辰就要进京了 怎么 你怕了吧 知道冒充我当林家小姐 姨父会打死你的吧 哈哈 要不然你现在跪下来 乖乖给我磕头 我就让姨父放你一马 我抬眸 很立地道 这话 就留给你自己吧 林父林母还是小看了我 或者说 他们从来都没有认真了解过我 所以不知道我的武功 是爹爹让亲信亲手教授我的 身为定北大将军的独女 又岂是指挥些花拳袖腿 林婉婉身边跟着的那几个侍从 都是看家护卫的三脚猫功夫 根本就不够看的 更何况 陆锦修这个护花使者 还是我的手下败将 不到一刻钟 宅子中就哀嚎一片 倒了一地的人 林婉婉哭着坐在地上 喊着自己腰疼 陆锦修更是捂着脸 攻着身体 贱人 你竟然敢打我们 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小贱人 我要把你抽筋包皮 扔到青楼里去 他们恶狠狠怒骂着 鞭腾的倒抽气 我慢慢走过去 他们几人就吓得往后退 我一脚踩在陆锦修胸口 废物 话真多 说吧 我踹了一脚她的脸 又是一阵痛呼 我就走了 林婉婉在身后大叫 林昭 给本小姐站住 我回头看了一眼 她马上就又色索了一下 现在爹爹要回来了 我也不必留在这宅子里 听最近宅子里的下人们说 林副林母打算在今天 带着林婉婉前去迎接 到时候会让林婉婉任叶将军为女儿 我仔细一想就明白了 他们这是想来一招 林猫换太子 怪不得 从小就把我的圆明叶冤 换成了林昭 是给自己的女儿 回来留后路 京城里知道我才是 爹爹的亲生女儿的 除了林府林母 就只有叶府的下人们 只要他们咬死了林婉婉 才是真正的叶家大小姐 那爹爹纵然心有怀疑 也只会相信 亲人胜过下人们 我想着 抢了林婉婉带来的马 翻身上马一起绝尘 京城内 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两国交战已经持续十几年之久 上一代上 上一代 我朝总被敌国压着打 经过这场拉锯战 终于第一次打了胜仗 而且还把敌国打得心服口服 俯首称臣 现在 上达天子 下之百姓 吴不对定北大将军的归来 充满了期待 我看见街道旁 在一个酒楼里 林父林母满面红光地等着 可期待之余 就满是焦急之色 我凑近 就听见他们说话 完完怎么还没来啊 哎 这丫头 都让她别去郊外找那个晦气东西了 还偏要 别给耽误时间了 都是你惯的她 要我说 前几天直接把林昭杀死了 什么顾忌都没了 还永绝后患 现在 我心里总是慌得很 老爷 您这么说 我心里也烧得慌 晚晚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能出什么事 难不成林昭还有三头六臂 能打得过那么多侍卫 别乱担心了 就是晚晚贪玩 晚上得好好训一训她 我正要上前 就听见外头传来一阵又一阵惊呼 我转头看去 前头是身披将军战甲的爹娘 身后一军马浩浩荡荡踏进了城内 我愣在原地 这就是我的 我的爹娘 爹爹并边生了白发 可一点都不减肃杀之气 而娘亲亦是巾帼不让须美 抬眸间灵力机敏 原来 我和娘亲长得那么像才想着 林婉婉带着陆锦修 姗姗来迟 两人一身伤 凑到林妇林母身边 林婉婉一见他们 就哭了 爹 娘 你们可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 林昭打我们 她还跑了 呜呜林母惊呼 什么 说着 赶紧检查林婉婉的伤势 随即转头看向林府 林妇一咬牙 不管了 石部我带 我们走吧 林妇林母冲出酒楼 带着林婉婉 拦在了爹娘前面 开始大声喊着自己是林家 许久未见 在众多百姓面前狠狠出了风头 惹得众人一阵阵感叹 原来 林家的闺女是叶将军的女儿啊 天哪 真是有福气啊 叶家发达了 林家也有福了 还得是陆家呀 先见之明 早早跟林大小杰定下来婚事 爹爹惊讶 简单寒暄了几句 眼含热泪指着林婉婉 赶忙问 妹夫 这就是院吗 林妇仰起笑脸 把一脸懵的林婉婉推出去 姐夫 她就是您的女儿 叶渊 你看 长得多好啊 在一旁的陆锦修满脸兴奋 婉婉 你竟然是叶将军的女儿 林婉婉却是一脸震惊 不可置信回头看林妇林母 难眼惊喜 眼看着母亲翻身下马 就要冲上去抱住林婉婉 我赶紧现身 推开眼前的人 跑了过去 娘亲 我才是叶渊 林妇林母回头看我 脸色顿时煞白 你 你怎么 怎么在这儿 我勾起唇 皮笑肉不笑地缓缓走过去 一看见我 娘亲眼睛就亮了 毕竟我和她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几乎是一个模样刻出来的 林婉婉瞧见我 转头对着爹爹说 爹 这个贱货总欺负我 你帮我出头去打她 可爹爹没理会她 同样定定地看着我 嘴里喃喃 喃喃百姓都看愣了 开始窃窃私语 这时候叶家的管家冲了出来 对着林妇林母开始大骂 你们狼心狗肺 竟然想用自己的亲生女儿 顶替我家小姐 还把小姐囚禁起来 甚至还把我给支走 若不是我留了个心眼 恐怕真被你们得逞了 话一出 众人哗然 再看林妇林母此刻的脸色 和最近外头的谣言 真是司马昭之心 近人皆知了 爹爹和娘亲冲过来 护在我的身边 当看到我身上衣衫破旧 粉黛未施的时候 都怒了 爹爹转头指着林妇 本将这么相信你 你却要害我女儿 行 既然如此 以后林妍两家不再往来 娘亲走上前 历声道 我把你看作最亲的妹妹 这十几年 多少钱才进了你林家 你还想害我唯一的孩子 都是当长辈的 你怎么就这么狠毒 以后 我没有你这个妹妹 林妇林母脚一软 双双跌倒在地上 陆景修同样站在一旁 脸上变了好几个颜色 最后朝我张了张口 却什么也没说 我知道 林家完了 陆家 也完了 林妇因为绑架 刚打圣仗的将军的女儿 被圣上革职了 现在全京城的人 都知道林家的丑事 百姓最是崇拜打声仗的将军们 眼看着将军差点被害 都同仇敌忾 林家一出去 就被人扔臭鸡蛋烂菜叶子 林母整日以泪洗面 带着林婉婉 躲在家里不敢出去 一开始 两人还跑来 跪在叶家门前 哭着说自己错了 可爹爹娘亲不会原谅 当然 我也不可能原谅 月儿别怕 娘亲以后都会在你身边保护你 都怪娘亲 当初若是把你带走就好了 看着娘亲一脸懊悔 我也心疼 娘亲 要怪只能怪他们居心叵测 更何况 月儿好好的 您看 我可好呢 说着 我比了一个鬼脸 娘亲扑斥笑了出来 林家的家产也尽数被收回 如今 他们只能勉强度日 如果再不想着出去赚钱 恐怕半年后 就连饭也吃不起了 而陆家 现在悔不当初 陆锦修又开始了以前那一套 每日都来叶家门口 等着要找我 给我送糕点 送书 写信 说着其实有多爱我 他还写着 都是林婉婉骗他 他才会误以为婉婉有多好 我只看了一眼 就丢掉了 吩咐门房 不许把他的东西拿进来 叶渊 我是锦修啊 我是你的未婚夫 你快出来见我呀 见我不出去 陆锦修开始嚷嚷了 爹爹生气了 让人把他打了一顿 丢回了陆府 明眼人都知道 陆府得罪了业家 随即 陆家被所有人孤立 很快就被圣上贬官 发落到偏僻遥远的地方 陆家所有人恨死了陆锦修 把他逐出了陆家 而陆锦修学问不行 又身无常物 只能去给别人家当长工 不过 不过 这都是后话了 现在 爹爹从后院提着长枪来找我 楠楠 来 跟爹爹切磋切磋 让爹爹看看 你练得如何了 我扬起笑 好 说着 我跑过去 娘亲在身后喊着 你当心点 别伤了你闺女 外头 日头正好 正如我的人生 以后都将是阳光灿烂